那是一个多选题 完全正确率不到30% 部分答对率也不到50% 高分组的部分答对率 其实也只有六成多一点 那这一题它的重点是要推测 海水温度压力对升速的影响 但是它给我们的图 只有升速对升度的关系图 换句话说 你必须要了解温度压力 水海水深度的变化 那这个东西怎么来呢 当然就是你对海洋的基本性质 该背的几个事实 一般来说海水最重要的特性 就是它的温度 沿度 因为每个水团 最重要的特性 物理特性就是这两个 而这两个特性 水深度的变化 具有规律性的是温度部分 因为我们都知道 海面我们就当图来讲 以温度来讲的话 海面附近 因为阳光可以透射到200公尺深 所以海面附近200公尺深里面的水 温是比较高的 整体来说越往深处当然是 理论上应该是没有办法再获得 太阳的热量 所以它温度就会随着深度而降低 那海水表层因为海水波浪 洋流这些混合作用 所以各位如果记得海水的温度 水深度变化结构图的话 应该记得这段大概就是温度比较高的暖水层 也就是混合成 然后呢 随着温度 随在200公尺深以内 温度就会产生明显的降低的特征 一直到800至1000公尺为止 温度是变化最明显的 从上往下 水温变化最明显的 那就是谐温层 而到了谐温层以下 温度基本上就是在各位数字的 那差异也不是非常的大 所以以温度曲线来讲 如果我们在热带地区的 标准的海水三层结构 应该是混合层 斜温层跟深水层的温度变化 这是温度部分 随深度有一个规律的变化特征 这个要配 至于岩度随深度 那这个就没有特定的特征 因为它会随着不同的维度 不同的地点会有比较大的差异 所以通常我们会请同学 把温度随深度背起来 另外一个是压力 压力随深度的变化 会受到几个因素影响 一个就是海水的密度 另外一个就是海水的深度 那我们简单的用P等于HD来想的话 大概就这两个会影响海水的压力 那我们假设密度差异非常小 所以主要就是来自于深度的作用结果 换句话说 如果以深度来讲的话 应该是压力来讲的话 应该是越往深处压力会越大 压力会越大 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的发现 如果在海水 海水在1000公尺以下的部分 可以发现声音的速度 传播速度 随着深度明显的是在增快 换句话说 在海水深处压力 是主导了 主导了声速的变化趋势 而越往水深处的水压是越大的 所以这是符合猪EF 这个三个选项当中的 第四个猪选项 这个题目就是 在表面1000公尺以内 一公里以内的海水深度 基本上主要受温度的阻挡 而更深的地方受到压力的阻挡 所以压力的部分 我们主要看海水的深处 对它造成的影响 而至于1000公尺 一公里以内的 你可以很明显看到 跟温度结构很像 跟温度结构很像 也就是温度越高的表层 混合成海水 它的声速比较高 而在斜温层变化最明显 所以它还是受到温度的主导 所以温度降低 它的速度就会越慢 所以温度越高 海水的深处越高 主要讲的是在比较表层的部分 至于在深处部分 温度几乎都没什么变化 所以这时候的影响的变因 主要就在至于压力 所以温度部分就可以 不用管它了 只要管压力 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要 讨论海水温度跟压力 对海水深处的可能影响 当然这样讨论是 有一点切割式的讨论 但是以题目的要求来讲的话 我们大概只能做这样的推测 只能做这样的推测 在一公里以内 或者像800公尺以内 大概是以温度主导为主 因为你可以看到 压力变化没有这么明显 但是温度变化趋势比较接近 而超过一公 超过一公里深 这时候温度几乎是一样的 这时候海水压力还是 随着深度而逐渐变大 声速也跟着变大 所以比较可能的原因 就是因为海水压力越高 海水声速越高的结果 好 这些我们就讲到这边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